2024年9月8日,台湾著名演員林依晨在一個中國真人秀節目裡說了一句:"我是成都人,沒想到卻在網上引起了巨大的爭議。這件事一下子就火了。不僅台灣網友議論紛紛,還引起了媒體和各界人士的關注。 一些台灣網友對林依晨的話表示不滿,覺得她為了在中國發展,故意淡化自己的台灣身份。 他們翻出林依晨以前在節目中強調自己是台灣人的片段,質疑她說話前後矛盾,更有人批評她忘本,為了利益出賣自己的根。 林依晨作為台灣娛樂圈的知名演員,曾出演過許多經典的台灣偶像劇,如《惡作劇之吻》和《我可能不會愛你》。她的演技和敬業精神贏得了無數粉絲的喜愛和尊敬。 然而,這次她在中國真人秀節目中的一句話,卻讓她的形象在一些台灣網友心中大打折扣。 社交媒體上,網友們的反應可謂是無花八門。有些人支持林依晨,認為她只是表達自己對成都的喜愛和認同,並沒有任何政治意圖。 還有人指出,作為一個演員,她有權利在不同的地方發展自己的事業,不應該被地獄身份所束縛。媒體也迅速跟進報道了這件事。 各大新聞頻道和網站紛紛發表文章,分析林依晨這句話背後的意義和影響。 一些專家認為,這反映了兩岸關係的複雜性和敏感性。 也有人認為,這只是一次無心之言,被過度解讀了。 在過去的採訪中,林依晨多次提到自己是台灣人,並表達了對台灣文化的熱愛。 她曾說過,台灣是她的家,她為自己是台灣人感到自豪。 這些言論被一些網友翻出來,與她在中國真人秀節目中的話形成了鮮明對比。 儘管如此,林依晨的粉絲們依然堅定地支持她。 他們認為,林依晨無論說什麼,都是出於真心,並沒有任何惡意。 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了支持林依晨的活動,用各種方式表達對她的愛和支持。 專家們指出,作為公眾人物,林依晨的一言一行,都會受到高度關注和解讀。 她的這句話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響,正是因為她的影響力和知名度。 無論她的本意如何,這件事都提醒我們。 言論自由的同時,也需要考慮到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情況。 面對這場風波,林依晨也發表了一份聲明。 她表示,自己對成都有著深厚的感情,那是她拍戲時常去的地方之一。 她並沒有否認自己的台灣身份,只是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她的心情。 她還呼籲大家不要過度解讀她的話,保持理性和寬容。 成都,這座充滿魅力的城市,吸引了無數人前來旅遊和定居。 林依晨對成都的喜愛,也許正是因為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和氛圍。 無論如何,這次事件也讓更多人關注到了成都,了解到了這座城市的美麗和魅力。 事件過後,林依晨繼續在兩岸之間忙碌著她的演藝事業。 她的粉絲們也期待著她能帶來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無論她身在何處,林依晨始終是那個努力、敬業、充滿魅力的演員。 最後,這場風波也讓我們看到了兩岸民眾對林依晨的深厚感情。 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,大家都希望她能夠幸福、成功。 或許,這才是這場爭議背後最值得我們珍惜的地方。 林依晨成都人言論引發的爭議很快在網絡上發酵,形成了支持和批評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。 支持者認為,林依晨只是表達了對阻擊的感情,不應該小題大作。 批評者則認為,林依晨作為公眾人物,應該說話謹慎,避免發表容易引起爭議的言論。 這場爭論不僅僅是關於林依晨個人的言論,更反映了當前社會對與名人言行的高度關注和敏感。 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,任何一個小小的言論都可能被放大, 成為輿論的焦點。支持者認為,林依晨的言論只是表達了他對家鄉的熱愛,這是一種自然的情感流露。 他們認為,這樣的言論不應該被過度解讀,更不應該成為攻擊他的理由。 這些支持者,在網絡上發起了支持林依晨的話題,並且得到了廣泛的響應。 然而,批評者則認為,作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,林依晨應該更加謹慎地選擇自己的言辭。 他們認為,名人的言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,可能會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。 因此,名人在發表言論時應該更加負責任,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。 這場爭論也引發了人們對於言論自由和責任的思考。 有人認為,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,不應該因為害怕爭議而自我審查。 也有人認為,言論自由並不意味著可以隨意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,尤其是對於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來說。 總的來說,這場關於林依晨言論的爭議,反映了當前社會對於名人言行的高度關注和敏感。 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,任何一個小小的言論都可能被放大,成為輿論的焦點。 這也提醒我們,在享受言論自由的同時,也要意識到言論的影響力和責任。 面對巨大的輿論壓力,林依晨選擇正面回應。 在出席寶城人壽年度品牌活動記者會時,她首次公開回應了成都人風波。 林依晨解釋說,成都,台北和宜蘭是她爺爺奶奶,外公外婆和她自己成長的地方,是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她說,自己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根,也一直為自己的家庭和成長經歷感到自豪。 林依晨進一步解釋道,她的家庭背景非常複雜而豐富。 她的祖父母來自成都,這座城市在她的家庭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。 她的父母則在台北相識相愛,並在這裡建立了家庭。 宜蘭則是她童年時常去的地方,那裡有她許多美好的回憶。 她強調,這些地方共同構成了她的身份和文化背景。 林依晨還提到,她非常珍惜每一次回到這些地方的機會。 每次回到成都,她都會去拜訪祖父母的故居,感受那裡的歷史和文化。 回到台北,她會和家人一起重溫舊時光,分享彼此的生活點滴。 而在宜蘭,她喜歡去那些熟悉的地方,品嘗當地的美食,感受那裡的自然風光。 她說,這些地方不僅僅是地理上的存在,更是她心靈的寄託。 每當她遇到困難和挑戰時,回憶起這些地方和家人朋友的支持, 都會給她帶來無窮的力量和勇氣。 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,讓更多人了解和珍惜這些美麗的地方和豐富的文化。 林依晨還表示,她會繼續努力工作,用自己的影響力為這些地方做出貢獻。 無論是在影視作品中,還是在公益活動中,她都會盡力推廣這些地方的文化和價值。 她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,能夠讓更多人感受到這些地方的魅力和溫暖。 最後,林依晨感謝了所有支持她的粉絲和朋友。 她說,正是因為有了大家的支持和鼓勵,她才能夠在面對輿論壓力時,保持堅定和自信。 她希望未來能夠繼續與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美好的故事和經歷,共同成長,共同進步。 作為公眾人物,林依晨一言一行都備受關注,而成都人事件更是將她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。 除了要面對來自網絡的批評和質疑,林依晨還要承受代言品牌的壓力。 成都人事件雖然給林依晨帶來了一些困擾,但她始終堅守著自己對家庭和健康的價值觀。 在記者會上,林依晨強調了照顧健康和家庭的重要性。 呼籲大家關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。